再下雨了 跑車 好看 開始了 哈囉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 大家早安 今天的車子 非常非常特別 我們在標題當中就有打到 有的人可能不曉得這個什麼車 甚至是連品牌都不知道 這台車是韓國的Kia Stinger 那Kia的品牌在大概最近幾年之內 有找了很多的 這樣要罰幾千 糟糕 我先把它關掉好了 來 不好意思 來 找了很多的一個大廠的設計師 來幫Kia 來做這些車子的改造 所以 其實啊 像我們在開 在菜中這台車 或者是在 觸摸這台車 甚至是連開車們 這麼自為莫解的一些細節 都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 這台車 雖然它掛的品牌是Kia 是韓國的品牌 可是啊 它所有的觸感 所有的質感 其實就是一台歐系車 我待會兒會把關門的聲音 但聲音沒辦法收錄耶 可是那個手感還有很多的細節 像這些內裝的陳列 其實就是歐系的高檔的車子 所以 韓國車 實在是最近幾年真的進步太多太多了 Kia跟 現在有很多的是軟生車款 這台它算是跑旅車 它的市場的定位 大概跟賓士的CLS 或者是B&W6系列的Grand Coupe 大概是同一個級距 所以它的外型 是非常非常有跑格 有歐系化的設計 那這台車 在台灣的動力版本 有兩個 一個是2.0的 它的動力比較小 一台是3.3的 3.3的話是配置V6引擎 然後是雙渦輪 像這些的引擎動力 其實經理也不是專業的車評 如果有介紹不對的地方 很歡迎車友吐槽 它是雙渦輪 然後3300cc 原廠動力就300多匹了 車主的話 動力上也有在做改裝 也有加了水噴 所以基本上都是400多匹起跳 所以記得路上看到水泥灰的Stinger GTI的車友買 我經理有很多GTI的車友 都是速度狂 所以如果見到這台車 記得要小心一下囉 那這台車今天要安裝的是 KT的氣壓式的避震器 現在已經安裝完成了 車子是昨天早上9點開始施工 我們兩個師傅超辛苦的 做了從昨天早上9點多 做到晚上9點 才把這台車完成 那這台車的安裝的位置 系統的位置 跟之前我所介紹過的車子 完全都不同 以前的話 都是放在備胎式裡面的空間 那這台車 我們是直接把它陳列在 因為備胎裡面有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非常大顆的電瓶 第二個是 車主的話已經有改了水噴系統 所以水噴系統跟電瓶的話 就已經佔據它車底 後箱裡面的空間 所以系統的話 直接陳列在行李箱上方 車子的話 車主也可能比較少在 把這台車載東西 所以就只是我們直接把系統 陳列在後箱上面 所以待會 那個後箱一打開的時候 就可以看得到 氣壓式的這些系統 那KTR 爆6萬8千元的價錢 指的就是像這樣的基礎安裝 像最近幾天 如果有氣壓的車友 在詢問問題的話 通常會有兩個 是最大眾的問題 第一個是 能不能分期付款 這個大概 如果有詢問氣壓 大概可能 大概有六成以上 都有詢問到這個問題 但是 我們現在這個 6萬8的促銷的價錢 一定 我可能保證到現在為止 都還是全台最低價 所以全台最低價的話 是沒辦法更加熱了 真的沒辦法更加熱了 這裡好像還蠻安全的 不然我們就在這裡來做 直播 但是這個車 我有很多的小細節 還有操作的介面 都還不是很熟悉 所以我們一個一個來好了 我先把手機 經理的訊息真的太多 我先把手機關進你一下 等我一下 先不要卡一下 如果線上有朋友 先不要卡一下 來 那個 我們先從這裡來介紹一下 這個是 這個是 車上的一個 有線的遙控器 這個有線的遙控器 它有幾個功能 它的是 四輪獨立的系統 左前 右前 左後 四個輪 都能夠做獨立的控制 這個是左前 右前 左後 右後 它有三段的記憶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那這裡的話顯示的是 左前輪的現在氣囊的壓力 右前輪 左後輪 右後輪 它要顯示四邊的一個壓力值 右上方這裡比較小的數字 這個 180幾psi 這個顯示的是 它的儲氣筒裡面的儲氣壓力 那如果大家剛好有看到這些的細節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可以在線上詢問 有人說它想要看外觀 外觀 外觀 外觀當然帥氣 這台車 不只是車型 外觀帥氣 動力又大 底盤的本質也很不錯 而且 但水泥灰的話 算見仁見智 是我的話 我們公司的車 還特別去考水泥灰 所以 經理對水泥灰是有一個特別的愛好 那我們再把這個 介紹完畢之後 等一下再介紹車子外觀 稍等一下 那這個 從這裡的功能介面進去 它就可以控制 記憶的系統 然後 儲氣壓力筒 這個是儲氣壓力筒的範圍 還有好多的功能 都是在這裡來做控制 包含面板的亮度 包含它的 那個 在一鍵啟動之後 它的車會升高 把它熄火 關紅火之後 它的車高會降低 都可以在這個後台做控制 所以三段記憶 四輪獨立 然後 這個是有線的遙控器 也可以用手機來做控制 後面沒事 好 連電動的後背 先背 都還是電動的 我先背 打開 打開了 它嗶嗶聲 就是我把後行李箱打開 好 那我把鏡頭 來 我把鏡頭 來介紹一下車子的漂亮的外觀 你看 大概 連這些的那個 這個都是皮革的 而且它是 類似鋁合金的材質 很 觸感都非常的好 然後這一台還有通風椅 好 這裡 這裡 比較 這裡是白線 所以這裡比較安全 來 我們來介紹一下 車主的話 也有改裝了 這個是20吋的胎圈 而且這個胎圈 算是 245 30 20 照不到車法 照不到車法 還是等一下它降下來 我再弄 不用 好 你先降下來好了 來 這是車子漂亮的外觀 這台是3.3的喔 3.3的動力大很多 那這個算是我們現在啊 降下來之後的車高 前面的話 車子 車主的話大概設定 一指 一指半 喔不對 車主的話是想要大概接近兩指幅 那後輪的話是大概一指多 一指半 所以車子的外觀是非常非常漂亮 然後 我們來介紹一下 它的 它的動力其實還有 引擎還有做改裝 我們先來介紹今天 今天這台車 如果 因為經理不是在介紹車子嘛 所以我們介紹我們的氣壓系統 所以我們先把鏡頭啊 帶到後方的一個系統的陳列 剛剛有拍到這台車的屁股嗎 我覺得這台車屁股超漂亮 我再蓋起來再拍一次好了 四處排氣管 然後 這個也都不用再做改裝了耶 原廠就很漂亮 所以它的 它的 這個也算是 現在很多的 像寶石姐現在也都類似這樣的 標的一個設計的 好 Stinger GT的話 應該指的就是3.3的引擎 連這個尾門都電動的 而且是全景式的天窗 配備的話真的很棒啦 配備的話可以在Google一下 看看這台車 其他國外的 這個車好像在國外也得了不少獎 好 這個系統就比較簡單了 因為就直接啊 沉列在行李箱裡面 那這裡的話 因為本來這裡的話 空間都滿滿了 這裡有電瓶 然後這裡有水盆系統 如果看到水盆有完動力的話 就知道水盆系統 不簡單了齁 這個車在路上看到的話 那千萬不要隨便挑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系統 系統的話一樣齁 就是 含這樣子的基礎安裝 然後 就一個 儲氣桶 然後這個是 控制盒 這個是 打氣泵譜 這個是 自動卸水盒 卸水盒的話 像昨天有 車有詢問到 它下方齁 這個下方的話 會有一個卸水器 它不是水 它有一點水氣 那有的 接法的話 會 我們的話 會把它接到車外 那有的話 因為它水氣其實也不多 也不多啦 就直接噴在這裡的話 只有一點點水氣而已 所以噴在這裡 不接的話 也是可以齁 因為 也不是一天到晚 在打氣 它會洩氣的頻率 也不多 要接 不接啊 都可以 都是OK的 所以 系統的話 很簡化 那最近幾 這陣子的話 我們還有遇到一些 一些的 之前啊 有接觸過 氣壓式改裝避震器的店家 來 來 詢問我們KT的小朋友 一些問題 那大家聽到這樣的 利潤空間之後 有的 有大概一半都打退堂股 因為 以前的店家 在接觸 大概六七年前吧 以前的話 如果有比較早期接觸到 氣壓式避震器 那時候的一個 控制盒 它的迴路很繁瑣 還有四個電磁法 還有其他迴路 所以它安裝起來的公時 會很久 一般都做到大概三到五天左右 所以三到五天它所耗費的一個 那個 公制成本呢 就會比較高 但是KT的系統 非常的簡潔 它就一個系統而已 所以我們需要的 拉的是正電 一個正電的電池 那有的車子的電瓶在前面嘛 那要拉的比較遠 那另外一個是 它開紅火之後 又有一個ACC的啟動電源線 就只有拉這兩個電源線而已 其他的話 管路的部分呢 就跟一般的一樣 所以KT的系統 在安裝上其實 會省略掉很多的時間 所以 才有辦法做這麼低的一個報價 優惠給車友 但是 所剩的名額呢 真的不多了齁 真的不多 好 那我們來秀一下系統囉 你站上面會不會比較安全 可以齁 那我先把車牌把它關下來 比較完整 這個是 在 正常行駛時候的車高 好 這個是KT的 這樣對得到腳嗎 會不會太暗 有點 這樣還好 我覺得還好 還好啦齁 這個是KT的 不論是安卓或者是iPhone的話 都是這樣的介面 都已經由App可以控制了 那這個介面 跟剛剛的有線遙控器 是不太一樣 介面不太一樣 但是功能都是相同的 這個指的是左前的壓力 右前壓力 左後右後的壓力 那它有三段式的計 現在的車高啊 大概設定在第一段 就是我們正常行駛的車高 第二段我們計時是把它設定最低 第三段的話 第三段是設定到抬頭 那抬頭的話就像是超跑 有的是法拉利 法拉利 我記得跟藍寶經理都有這樣的系統 好像要加價幾十萬吧 我遇到現在車子很低啊 像這個路況的話 如果我們從這裡上來 這個坡度 就容易會磨到下巴 這個坡度容易磨到下巴 所以我只要一鍵 按鍵啊 把它車頭抬高之後 過了像這樣的門檻 再把它回放記憶下來 放低下來 所以我來先秀一下它的取升系統 我按G13的時候 它的車高啊 它的前面的車高會先抬高 讓我們可以順利的閃過一些 需要閃過的路況 我要按G13囉 來 G13是抬頭系統 抬頭 哇 這麼高了耶 這個高度啊 已經比原廠還要高了 這個高度已經比原廠還要高了 經過任何的路況啊 幾乎都能夠閃得過下巴 不做干涉了 所以 當我 經過一些特殊路況 已經過了之後 我再按一個G11系統 回到G11 我要按喔 我要按G11了 它就 它車高又慢慢降下來 但這個時候 千萬小心 小朋友啊 或者是附近的話 有沒有朋友 或者是小朋友 手接近在這裡 那會有危險的喔 好 它會慢慢校正下來了 好 今天要去參加車劇了 或者是 欸 偶爾啦 有時候要違規停車 但是 買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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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 但是它是紅線嘛 這個是不好的示範喔 但是 它就是有這樣的功能 防脫掉功能 我要把車降到最低 然後再 秀一下 你把鏡頭要不要拉遠 好 前後都會一起降了喔 好 那我要現在要降到最低了喔 降到最低的話 我按G12的模式 它就前後都會同步下降 來 開始按 它全部都降下來了喔 那其實這樣的高度啊 呃 前方的話 如果要再降的話 其實都還可以再做微幅調整 都可以再做微幅調整 所以這個的車高 設定喔 就是類似聚會模式 或者是防脫掉模式 好 那我現在要把 車高再回復到正常行駛時候的車高 我要再按G1模式1了 它要升高囉 好 它現在車子升高了 可是它的儲氣 儲氣桶的Pump的壓力 已經不夠了 儲氣桶的壓力已經不夠了 所以它現在開始在打氣 好 可是麥克風啊 我現在距離30公分 這是靜音型的 它其實聲音算小聲 我現在大概這樣 大概30公分 應該收不太到它的Pump的聲音 現在的壓力達到148 好 從手機上 或者是有線遙控器上 都能看得到它的壓力 它 這個儲氣桶的壓力啊 也是可以去 這個儲氣桶的壓力 也是可以去做一個改變跟設定 所以當它壓力到了之後 就會 就會停止 所以 所以它的 它的系統 就是還蠻簡潔的 所以在安裝上 也還蠻簡單的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 好 這台車啦 這台車真的很漂亮 四門 又是獵跑 好 它Pump停掉了 現在Pump沒有打氣了 所以它的壓力已經到達 我們想要的170PSI 有問題 他說 我們的那個自動卸水功能 會接排水管到車外嗎 可能要倒帶一下下 剛剛大概在影片當中有介紹過了 所以我們 待會的話影片結束之後再倒帶再看一下 好 我剛剛有介紹過了 好 然後像這台車就一鍵把它按下來 這是水泥灰 今天白天拍起來又剛好是陰天 它的車色的呈現應該會最忠實 這尾燈也超漂亮 OK了 那 哇 這麼漂亮的車子有點捨不得結束耶 這個 也有改了煞車跟 旅軒輪胎 很漂亮 還有車友想要看這台車哪一個地方的嗎 車頭有拍過嗎 有了 車頭 車頭 真的這台車好漂亮 韓國車真的不可同日而語的 進步很多 OK 那我們就在這麼漂亮的車頭呢 在這個直播影片當中 來做一個Ending 我們的銷售的體系 KT的 北區的經銷商 在 像是在新北 新北的金門 板橋的金門街 這邊也有一個據點 那北區的經銷商在龍潭 以前的話有一個TIS TIS賽車場的門口 那就是我們北區的經銷商 中區的經銷商是在神鋼 飛魚底盤技研 那南部的話有很多的店家 都已經陸續成為我們的一個經銷 氣壓的經銷據點 如果有想要試乘 記得要跟我們小編聯絡 有問題 有喔 有喔 這些的氣壓系統啊 筒身也好 系統也好 氣囊也好 都有保固一年 那所以有人說想要看引擎 看引擎喔 這台車的引擎喔 好 那應觀眾要求 我們就再來看一下引擎 這台是3300cc的 原廠是370匹 而且有加水噴 而且這台車是算是大改了喔 所以引擎動力 我預估來應該大概快接近500匹 那請問說等一下要換場嗎 IS250 啊 是喔 我們的中區經銷商 飛魚底盤技研啊 它場內的話 還有另外一台車是新款的IS250 也是剛裝好氣壓 如果有想要看的話 趕快跟我們小編聯絡 好 那我開一下引擎蓋 我還不會開引擎蓋耶 來 引擎蓋在這裡 好 你會有Outlander的計程車嗎 Outlander的計程車 Outlander有啦 我們Outlander做很多 Outlander齁 在YouTube裡面 搜尋一下 都找得到影片 然後這台車啊 我要收銀一下 這台車關門的手感啊 就跟歐系車雙B啊 真的都一模一樣 它的質感真的非常非常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台車的引擎室 V6 然後雙渦輪 這個都已經是鋁合金的樣子 它是V6 然後雙渦輪 車子的話 像這個也有改了 進氣的部分也有改 洩壓的部分也有改 這台車啊 跟歐系車一樣 它的配重啊 希望它前後走的配重 配重的更完美 所以已經把電瓶跟雙幣一樣 都移到後方 所以它的車子的配重也很完美 那這個是JB4吧 有很多的外掛的 呃 呃 城市電腦喔 有很多的這個品牌 這個品牌之前在 呃 經理之前做 那個 呃 好 引擎動力也改很大 齁 OK 那以上是今天 KIA 還有問題嗎 沒了齁 KIA Stinger的直播分享 這台車很稀有喔 有辦法剛好改到氣壓 跟大家分享 真的不簡單齁 那如果還有任何問題 都很歡迎 跟我們小編聯絡 謝謝大家 掰掰 等一下小心喔 等一下小心喔